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已经到这个城堡的底下了 然后这边的话呢 我不知道我这个阳光能不能照着我的脸啊 好像不是很清晰 然后我刚才看到了一个韩国的小姑娘 哎呀这让我又感慨万千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开始看到她在那自己开造线 我以为她要帮忙 她吵了我眼睛都没有 然后呢 晚上我就在这边继续摄影 然后呢 在这个摄影的过程当中 我就注意到她一个人 就看来就是这位姑娘 她一个人呢 就走到了走到了这一边 就是在合着这一边 在合着这一边的时候呢 有一个老外过来了 然后她让老外帮她照照相 照完之后 她要跟老外合照 我觉得花痴嘛这不就是 我不能说亚洲人对于欧洲人有这种强烈的这个 媚外的情绪啊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 亚洲人好像普遍来说不太自信 就是说她对于自己的这个东西啊 本质上来讲并不是很很认可 她有一些就是从文化上很向往欧美的这个东西在 其实我认为啊欧美最重要的东西是文明 而不是文化 什么叫文明呢 就是说好比说你过马路 遵守这个红绿单 站牌排队 公共场合不大能限化 这叫文明 也就是说 他们更注重这种文明的东西 而亚洲人非常缺乏 而这个文明的东西又是一种普世价值 所以就是 原来在这儿 而文化上我并不觉得欧洲的文化 有那么的优秀 尤其是他的这个基督教啊 或者这个犹太教这些东西 我作为我这个中国的这个思想的这个传承者来说 我觉得老子和孔子的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思想家 远比那个基督教那些东西高明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缺陷 总的来说呢 就是说从文化上 文化上我不觉得大家有高下之分 东西文化 就是有差异的 但是 我对 这个航空姑娘的所作所为呀 非常的反感 这边有一串穿